太阳还没出来 天上浮着层灰冷的光 土道上的车辙有些霜迹 骆驼的背上与巷上挂着些白碎 鼻子冒着白气 北平似乎改了样 连最熟的路也看着眼神 庞大安静 冷峻驯服 这一天 剩下那连脚步声也没有的骆驼 老李打了个哈欠 眼泪下来许多 冷气一直袭入胸中 特别的痛快 越走越亮了 轻亮的电灯 渐渐的只剩一些金丝了 天上的灰光 染上些无力的红色 太阳似乎不但愿意痛快的出来 急着出来 光还是很淡 连地上的影子都不大分明 远处有电车的灵响 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 人们好似能引起太阳的热力 地上的影明显了许多 墙角上的光特别的亮 换火柴的妇女背着大筐 筐虽是空的 也还潜探着事走 穷小孩们 扛着丧事起伞的杆子 一边塌落着破鞋挤走 一边互相叫骂 这也是孩子 老李对自己说 看那个小的 至多也不过八岁 一身的破布 没有一块够二寸的 腿肚子脚趾头 全在外边露着 脏破烂 骂人骂得特别的响亮 这也是孩子 老李可怜那个孩子 同时不知道咒骂谁才好 家庭社会似乎都该挨骂 可是骂一阵有什么用呢 往切尽一点想吧 心中极不安的 又要向谁道歉似的 唉 先管自己的儿女吧 走到了中海 海中已勃勃地动了一层冰 灰绿上照着层亮光 桥下一些枯河梗 与短尾都动在冰里 还有半个破荷叶 很像掌袖的一片马和铁 迎头来了一城彩轿 走得很快 一望而知 是到乡下迎娶的 所以发酵这么早 老李呆呆地看着那城喜轿 神秘 奇怪 可笑 可是 这就是真实 不然人们不会还这么敬重 这家大的鸟笼式的玩意儿 他心似乎有了些鼓励 做采教的姑娘 大概非常的骄傲 不向任何人致歉 他一直走到西斯牌楼 一点没有上这里来的必要和预计 可是就这么来了 在北平住了这么些年了 就没在清晨到过这儿 猪肉 羊肉 牛肉 鸡 活得死的 鱼 死得活得 各样的菜书 猪血和葱皮 一洞在地上 多少多少条扇鱼与泥鳅 在一窝水里乱起 头上顶着些冰凉 泥鳅的眼睛像要给谁催眠似的瞪着 乱 腥臭热闹 鱼摊旁边吆喝着腿袋子 袋子 袋子 买好袋子 剃头的人们还没来 小白不捧已知好 有人正扫昨天剃下的短硬带泥的头发 拔了毛的鸡 与活鸡紧临的放着 活着的还在笼内争吵与打棉路 贩子掏出一只来 没打好价钱 啪的一扔 扔到笼内半个翅膀掩在笼盖下 一只大兽狗偷了一串猪肠 往东跑 被屠户截住 肠子掉在地上 拾起来照旧挂在铁钩上 广东人 北平人 上海人 各处的人 老幼男女 都在这腥臭污乱的一块地方挤来挤去 人的生活在这里是屠杀血肉与污浊 肚子是一切 吞噬了整个世界的肚子 在这里没有半点任何理想 这是肚子的天国 奇怪 尤其是妇女们 头还没有梳 脸上挂着隔夜的泥鱼粉 谁知道下午上东安市场的也是他们 老李这是头一次来观光 精益 有趣 使他似乎抓到了些真实 这是生命 吃 什么也吃 人硬是为面包而生 面包的不平等是根本的不平等 什么失忆 瞎扯 为保护自家的面包而扼杀别人 和为争面包而战争都是必要的 西斯牌楼是世界的雏形 那群男女都认识这个地方 他们是真活着呢 为肚子活着 不为别的 张大哥对了 为肚子而战争 是最切实的革命 也对了 只有老李不对 他在公寓住惯了 他总以为公寓里会产生炒木稀肉与豆腐汤 他以为封建制度是浪漫的史迹 他以为阶级战争是条失忆的道路 他不晓得这块带腥味的土是比整个的北平还重要 他只有两条路可走 去空洞的做梦或切实的活着 后者还可以两分一下 为抓自己的面包活着 或者为大众争面包活着 他要是能在二者之中选定一条 他从此可以不再向生命道歉 排楼底下 热豆浆杏仁茶 早切糕 面包大麦粥都冒着热气 都有股特别的味道 切糕上的豆 切开后像一排鱼眼睛看着人们来吃 老李立在那儿 喝了碗豆浆 老李决定了结家卷 先这么活着试试 可是始终想不起什么时候下乡去 张大哥每天早晨必定报告一些消息 房子订好了 看看去 哎 何必看 你那眼睛啊 不比我的有准 老李把感激的话总说的不受听 好在张大哥明白老李的为人 因而不但不恼 反而觉得可以自傲 三张桌子 六把椅子 一个榆木擦漆的 漆皮啊 稍微有点不大好看了 这一出 暂时呢 可以对付了吧 第二天早晨的报告 老李只好点头 表示可以对付 即至张大哥报告到 茶壶茶碗也预备齐了 老李觉得非下乡不可了 张大哥给他出主意 请了五天假 临走的时候 老李嘱咐张大哥 千万别向同事说起这个事 张大哥答应了 绝不走漏消息 老李从后门绕到正阳门 想给父母买些北平特有的东西 这个自然不好意思 再向张大哥要主意 只好自己去探险 走了一身透汗 什么也没买 最大的原因是 看着铺子们眼生 既不能饿药的决定买什么 又好像怕铺子们不喜欢他的照顾 一进去也许有被咬了一口的危险 最后还是在东安市场买了些果子 虽然明明知道香蕉什么的 并不是北平的出产 又添了六个罐头 商标的材质 饮得还怪好看呢 老李走后的第二天 衙门里的同事几乎全知道了 李太太快来了 张大哥确实没有泄露消息 消息广播的总战士赵克源 赵克源听戏永远拿着红票 凡是发红票的时候 他不是第一 也得是第二得到几张 运动会给职员预备的秩序单 他手里总会有一份 上运动会或任何会场 听戏赵克源手里永远拿个纸卷 用作打熟人脑袋的兵器 打了人家脑袋 然后又奄奄来了 他对于别人的太太极为关心 借家卷据他看 就是个人的展览会 虽然不发入场券 可是他必是头一个去瞧一眼的 女运动员 女招待 女戏子等等 都是预备着为他瞧的 别无意义 对于别人的夫人也是这样 瞧一眼去 便是瞧人家的脸 脖子手脚 与一切可以被生人看见的地方 他做梦的时候 女子全是裸体的 经赵克源看了一眼之后 衙门中便添上多少多少 心而有趣的谈话资料 赵克源等着老李接家卷 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平日他评论妇女的时候 老李永不像别人那样 痛痛快快的笑 那就是说不能尽量欣赏 所以他一心的盼望 瞧老李一手 赵克源的长相与举动 和白青系的红票差不多 有实际上的用处 而没有分毫的价值 因此耳目口鼻都没有一定地位的必要 事实上 他说话的时节 五官也确实随便地挪动位置 这眼珠像俩炒豆似的满脸上碰 笑的时候 小尖下边能和脑门挨上 他自己觉得他很漂亮 这个自然是别人不便干涉的 他的言语很能叫别人开心 他以为这是有点天才 当着老王 他拿老李开心 当着老李 他拿老王开心 当着老王老李拿老孙开心 实在没法子的时候 利用想象 拿莫须有先生开心 老李接人去了 赵克源的眼睛挤得像 一口热汤汤的嗓子似的 是吗 大家的耳朵全竖起来 是 请了五天假 五天 哟 五天哪 平日他连迟到早退都没有过 可就是啊 等瞧一眼吧 赵克源心里养一下 头发根全直刺脑得慌 小赵 你这回要是不同我们一块去 留神里的皮不剥了你的 邱先生说 你饶了人家老李吧 何苦嘛 人家怪老实的 吴先生沉着气说 吴先生直着腰板 饭碗大的拳头 握着只羊嚎 写着降肘子体的字 脸上通红 心中一团正气 是的 吴先生是以正直字化的 非常的正直 甚至于把自己不正直的行为 也视为正直 小赵是他的亲戚 他的位置是小赵给运动的 可是没把小赵放在眼里 因为自己正直 前者因为要骂妾 被小赵扩大的宣传 弄到吴太太耳中 差点没给吴先生的耳朵咬下一个来 所以更看不起小赵 小赵也确实有些怕 吴先生的一对拳头 赵科远不言语了 心中盘算好 怎样等老李回来 怎样暗中跟着他 看他住在哪里 而后怎样约会同事们 不要老吴 而且先瞪他一眼 去瞧一眼 或者应说去打个茶围 邱先生是个好人 不过有点苦闷 所以对此事特别的热心 过来和小赵嘀咕 大家合伙买二斤茶叶 瞧瞧一眼 还弄老李一顿饭吃 嘿 你的思量 吴先生把这个事告诉了张大哥 张大哥笑了一笑 没说什么 张大哥热心为朋友办事是真的 但是为朋友而得罪另一朋友 不变 张大哥冬季的几顿梅 是由小赵假公祭司运来的 一吨可以省着三四块钱 似乎不必得罪小赵 即使得罪了小赵 除了少烧几吨便宜梅 也倒没多大的关系 可是得罪人到底是得罪人 况且便宜梅 到底是便宜梅 不过不得罪小赵是一件事 为老李预备一切 又是一件事 张大哥又到给老李租好的房子 看了一番 房子是在砖塔胡同 离电车站近离市场近 而胡同里又比兵马司和丰盛胡同 清静一些 比大院胡同整齐一些 最遗余住家 指着科员们 他这样说 三合房 老李住北房五间 东西屋另有人住 新房 游室的出产 就是天生来的房顶爱漏水 张大哥小的 自从女子剪发以后 北平的新房 都有漏水的天性 所以一租房的时候 就先向着肉嫩的地方指了一刀 结果是减少了两块钱的房租 每月省两元 自然可以与下雨 在屋里打散的劳苦相抵 况且漏水与他房 还相差的远 不必过滤 张大哥到屋里又看了一遍 屋里有点发面味 遍地是烂纸破袜子 还有两个旧油篓 和四五个美丽烟的空桶 都没有盖 好像几只大眼睛 替房东看着房 窗户在秋天并没糊过 只把冷布的纸帘 好歹的沾上 玻璃上抹着各样的黑道 纸棚上好几个窟窿 有一两处垂着纸片 似乎与地上的烂纸 遥相呼应 张大哥心中有点不痛快 并不是要责备这个屋里搬走的人们 而是想起自己那两处吃租的小屋 人家搬家的时候 也是这样毁坏 租房住的人和老鼠 似乎是亲戚 窗户当然要重新糊过 棚 似乎不必管 墙上不少照片与对联的痕迹 四周辉煌 整整齐齐的几个方的与长的白印 也不必管 老李 还能没些照片与对联 照原来的白印挂上就行 张大哥以为 没有照片与对联的 不能算作文明人 把这些计划好 张大哥立在当中的那一间 左右一打眼 心中立刻浮现出个具体的设计 当中坐客厅 一张八仙桌 四把椅子 东西两间 每间一张桌一把椅 太少点 暂时将就吧 不 客厅也来两把椅子吧 东屋坐书房 哦 没有书架子呀 老李是爱买书的人 傻瓜 把每个月书费省下 有几年儿的功夫 能买一处小房 信不信 还得给他去弄个书架子 西间放那个衣橱 东西套间 一间卧房 一间厨房 床是有了 这厨房还短着暗子 这显得太简单 科员的家里是简单不得的 不过挂上些照片与对联 也许稍微好些 况且唐屋还得安阳炉子 张大哥立刻看着后颜墙 有出阳炉子管子的圆孔没有 有个碟子大的圆洞 呼着张纸 四面有些烟气 像被黑云遮住的月亮 心中平安了许多 冬天不用阳炉子 不闻名 计划好一切 终于觉得东西太少 可是虽然同是客员 老李究竟是乡下人 这便又差一事了 乡下人还懂得 哪叫四称哪叫八文 有好桌子 也得是让那对乡下孩子 给抹个乱七八糟 好了 只需去找表胡将来胡窗子 和打扫打扫地上 得 就是他 张大哥出来 重新端详的街门一番 不错 小阳士门 上面有两个阳灰堆成的狮子 虽然不十分像狮子 可是有几分像哈巴狗吧 就算手艺不错 两狮之间有个碟子大小的八卦 狮子与八卦联合起来 力量颇足以抵得住一对门神爷 张大哥很满意 文明坊必须有阳士门 门上必须有阳灰狮子 况且还有八卦 张大哥马上去找表胡将 熟人 不用讲价钱 或者应当说 表胡将不用讲价钱 因为张大哥 没等他张嘴 已把价钱定好 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胡窗户是苦买卖 可是表胡喜鹏呢 胡名医呢 不能不拉这些生意 凡是张大哥为媒的婚事 自然张大哥也给介绍表胡将 不幸新娘或新郎不等白头到老 便死去一位呢 张大哥少不得又得给张老的胡名医 表胡将是在张大哥手心里呢 说好了怎样胡窗户 张大哥就动手打听 张大哥旧手打听 金银薄现在卖多少钱一刀 活纸的坟连涨了价钱没有 张大哥对世事要有个底杆 用不着不要紧 备而不用 切莫用而不备 五点多了 张大哥必须回家了 到四排楼买了支酱鸡 回家请夫人 心里想 那条棉裤 他大概快给做成了 总得买支鸡 靠了靠了它 其实 他要是会打毛绳裤子 还真用不着做棉的 改名请孙太太来教教他 一条毛绳裤买得七八块钱 自己打的两磅绳子 不 用不了 一磅半就足够了 就说两磅吧 两块八加两块八 五块六 省小三块呢 请孙太太教教他 反正我上衙门 他没事做 闲着也是闲着 叫太太闲着 不尽情理 老夫老气的 总得叫太太多学本事 张大哥看了看手中的荷叶包 酱鸡个子真不小 女儿也不回来 一家的吃也不至于不够 女儿十八了 该定亲了 出了高中入大学 一点用处没有 只是费钱 还有两年毕业 二十 四年大学二十四 再做两年事 大学毕业不做两年事 对不起那些学费 这可就二十六了 二十六 姑娘就别过二十五 过了二十五 天好没人要 除非给续闲 赶紧选个小人 高中一毕业 去他的 别耍玄虚 儿子呢 儿子是块心病 看见一条子鲜花 碗局老来哨 老来哨翻交 张大哥把儿子忘了 用半壁纸的那只眼 轻轻撩了一下 要买便宜东西 绝不能瞪着眼直扑过去 像东安市场里 穿洋服拉着女朋友的那些大爷那样 总得虚虚实实撩一眼 卖花的 恰巧在这一撩的功夫 抓住张大哥的眼 张大哥拉线似的 把眼光收到手中的酱鸡上 走了过去 嗨 儿子是块心病 老李怎么把夫人 一对小孩 铺盖卷尿垫子 四个网南 大小七个布包 两把雨伞 一楼佳烟的芥菜头 半坛子新小米 全一股作气运来 至今还是个谜 她好像是下着决心接家卷 所以凡是夫人舍不得的物件 全搬了来 往常她买过了三件小东西 就觉得有丢失一件的可能 她请了五天假 第三天上就由乡间拔了营 为的是到北平之后 好有一天的功夫不准一切 不必另请假 由张大哥那里 把桌椅搬运了来 张大哥飞到四点后不能来 所以丁二爷自告奋勇来帮忙 丁二爷的帮忙限于看孩子 丁二爷的看孩子 是专门挡路碍事添麻烦 老李要往东间里放桌子 丁二爷和两个孩子 恰好在醉仪放桌子那块玩呢 老李抓了抓头发往西间去 丁二爷率领二位副将急忙赶到 老李找锤子 无论如何也找不到 丁二爷拿着呢 忙了一天 两把伞还在院里扔着 小米洒了一地 四个网栏全打开了 东西以极新颖的排列法 陈列在地上 没有一件得到相当的利身所在 而且生命非常的不安全 老李踩碎一个针盒 李太太被切菜堆绊倒两次 压扁了无数可以扁的东西 博得丁二爷与孩子们的一片财生 还不到四点钟 张德哥来了 把左眼稍微一睁 四栏的东西已大半有了地位 用手左右指了指 地上已经看不见什么 连撒出来的小米全又回了坛子 全部置好了 没有相片和对联 张德哥对老李有些失望 再看新湖的窗子被丁二爷戳了个窟窿 不怪张德哥看不起他们 老李 明天啊 上我那儿去几张风景画片 一幅对点 一个中堂 好在都没上款 老李看了看墙上才发现 黑白分明不大好看 胡一胡好了 他说 知道能住多少日子 白一个人就胡 况且这胡墙就得胡顶棚 你还不能四白落地 可是上面悬着块黑膏药 再说一表胡 又是天翻地覆 东西都得挪动 张德哥点上了烟道说 一听又要天翻地覆 老李觉得 老李觉得 胡墙一定是罪孽深重 只好点了点头 意思是 明天去取那没上款的对联 张德哥走了 他走后 老李才想起来了 也没让他吃饭 饭在哪呢 可是退一步说 茶总该漆一壶吧 看了看堂屋 方桌上一把壶六个碗 在瓷盘上放着 好像专等有人来漆茶似的 谁当漆茶去呢 假如这是在张德哥家里 谁应当张乐客人喝茶 老李的眉头皱上了 他刚一皱眉 丁二爷也告诉 孩子们拉着丁二爷的手 不许他走 在这吃饭 妈会做枣窝窝 男孩说 枣窝窝 女孩跟着哥哥学 话还说得不大便利 老李一边往外送客 一边心里说 大人还不如小孩子懂事呢 继而一想 弄些客套又有什么意义呢 心中这么想 把丁二爷忘了 客人走出老远 他才想起 哦 丁二爷呢 李太太不难看 脸上挺干净 有点发整 眉间也端正 嘴不大爱壁上 呼吸带着点响声 大牙板 身子横宽棉袍 又肥了些 显得迟奔 一双前后 顶着棉花的改造脚 走路只见胳膊洞 不见身体往前挪 有时猛的倒退半步 大概是脚肿设法 找到那些棉花呢 坐下的时候 却不难看 新学会的鞠躬 腰板挺着 两手贴锤 忽然一个整劲 往前一栽 十分的郑重 只是略带些危险性 他给丁二爷鞠了躬 给张大哥鞠了躬 心中觉得不十分自然 可是也有点高兴 张大哥说 好在还不冷的时候 他打了句 还没到立东 也非常的漂亮而恰当 屋子大概的布置好了 他一手扶着椅子被 四下打了一眼 不错 只是太空 可是空的另有一种 可喜的味道 这一切是他的 除了丈夫 就属他大 没有公婆管 小姑子看着 况且 这儿是北平 北平未见得比乡下好 可是一定比乡下高 老李的眉头还皱着呢 看了他一眼 又说 不会沮点茶呀 可是管住了自己 改为倒壶茶 跟他说 连漆还得改成倒 我还真忘了 真 李太太笑了 把牙全露出来 茶叶呢 这句好像是问全北平的 声音非常的高 小点声 把这儿不是乡下屋里说话 村外都得听见 一咽了回去 他似乎未抵消大嗓说话的罪过 居然把茶叶找到 还忘了呢 没水 未找到茶叶 把大嗓的罪过又犯了 你小声点 老李咬着牙说 眉头皱得像坐小山 他拿着茶壶在屋里转了半圈 因脚下的棉花又发生了变化 所以没能转圈 我上街坊屋 借一壶开水去 他摇头 不行 还得告诉他 这儿不比乡下 不许随便用人家的东西 妈 吃饭饭 小妞子过来拉住妈妈的手 妈妈抱起孩子来 眼圈红了 在乡下 这时候孩子就该睡了 在这儿 臭北平 这个不准 那个不行 孩子到这儿 咱晚饭还没吃呢 屋子是空的 没有顺山大炕 没有箱子 没有水 看哪都发生 找什么也不顺手 丈夫皱着眉 一百个北平 也不比乡下 爸 还不吃饭 男孩用拳头打了老李一下 老李看了 看两个孩子 眉头上那座小山画了 爸给你们买吃的钱 然后把小拳头 放在自己的手掌上 这儿啊 方便极了 一会儿我都能买来 买 他看了太太一眼 买什么 太太没言语 脸上带着说 我知道你们北平有什么 爸 买点落花生 大海糖果 爸 灵痴发生 小妞子说 老李笑了 要回答他们几句 没找的话 披上大衣 上了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街上的东西很多 老李可想不出买什么好 街西一个旧书摊 卖书的老人 正往筐中收拾茶花女 老餐游记 和光绪三十二年的头版格制讲义 老李看了看 搭讪着走开 卖了两步 又回头看看卖书的 正忙着收摊 似乎没有理会到老李的存在 老李开始注意羊肉床子旁边的芝麻酱烧饼 刚烙得 焦黄的芝麻像些吃饱的文字肚 颇想买几个 旁边的一位老太太 正打好羊铁壶的价钱 老李跟着买了两把 等他走后 才敢问羊炉子的价钱 因张大哥极端的主张用羊炉子 买定了一个 一问价钱的时候 心中就决定好 嗨 准买贵了 买好之后 又决定好告诉张大哥的时候 少说两块钱 他还能说贵吗 心中很痛快 生平第一次买羊炉子 一辈子不准买上两回 贵点就贵点吧 说好的炉子和铁馆 次日一早送去 然后提着水壶 茫然不知道哪里去好 到底儿给孩子们买什么吃呢 虽然结婚这么几年 太太只是父母的儿媳妇儿 儿女只是祖母的孙儿 老李似乎不知道她是丈夫与父亲 现在她要是不管儿女的吃食 还真就没第二个人来管 老李觉得奇怪 灯下的西四牌楼像个梦 给小孩吃 当然要软而容易消化的 老李握紧了铁壶的瓣 好像壶瓣会给他出主意似的 带乳粉 没吃过 眼前是干果铺 别忘了落花生 买了一斤花生米 一斤 本以为可以遮点修 谁知道才一毛五分钱 没法出来 再有这么些只电灯的铺子 只花一毛五 又要了两罐蜜饯海棠 开始往回走 到胡同口 似乎有点不得进 花生米海棠 大概和晚饭不是同意 又转回身来 看了看油盐店 猪肉铺 不好意思进去 可是日久天长 将来总得进去 于是更觉得 今天不应进去 心里想 你一进去 你就是张大哥第二 可是不进去 又是什么第二呢 又看见烧饼 买了二十个 羊肉白菜馅包子也刚出涕 在灯光下白得像瓷的 可是冒着热气 买了一涕 卖烧饼的 好像应该是姓和鸣器 老李痛快的 手都有点发颤 世界还没到末日 拿出一块钱 唯恐闲人家找钱麻烦 一点也没有 客客气气的 找来铜子 与钱票两样 还用纸给包好 还说 两叉 花着方便 老李的心 比刚出涕的包子还热了 有家庭的快乐 还不限在家庭之内 家庭是快乐的 无线广播电台 由此发送出 一切的快乐的音乐与消息 由北平一直传到南美洲 怨不得张大哥快活 灵在妈妈怀中一块睡着 闻见烧饼味 眼睛瞪得低流圆 像两个白旗子上 转着两个黑旗子 鹰 哦 也就是那个男孩 好似烧饼味还没放出来 已经入肚了一个 然后一口烧饼 一口包子 一口花生米 似乎与几个小恶老虎竞赛呢 谁也没想起找筷子 手指原是在筷子以前发明出来的 更没人想到 世界上还有碟子什么的 李太太嚼着烧饼 眼睛看着铃 仿佛唯恐铃吃不饱 甚至于有点自己不吃也可以 只愿铃把包子都吃了的表示 铃的眼长得像妈妈 鹰的眼像爸爸 俩小人的鼻子据说都像祖母的 零没有模样 就仗着一脸的肉讨人喜欢 小长脸 腮部特别的胖 像个会说话的葫芦 短腿大肚子 不走道 用脸上的肉与肚子往前摇 小嘴像个花咕嘴 老带着点水 不怕人 养着葫芦脸 像人眨眨眼儿 鹰是个愣小子 大眼睛 像他爸爸 愣头磕脑 脖子和脸一样黑 肉不少 可是呢 不嫌胖 像没长全羽毛的肥公鸡 虽肥而显着细胳膊腿 棉裤似乎刚坐好就落伍 比腿短着那么一大块 可是鹰满不在乎 裤子越紧 他跳得越欢 一跳把什么都露出来 老李爱这个黑小子 鹰 比赛啊 看谁能三口吃一个 看 一口一个月牙 两口一个银定 三口 没了 鹰把黑脸全仗子了 可是老李差点没噎虑了 不该鼓舞小孩狼吞虎咽 老李在缓不过气来的功夫 想起儿童教育 同时也想起 没有水 倒了点蜜饯海糖汁喝 不行 急得直扬脖 在公寓里 只需叫一声茶房 茶是茶水是水 接家卷 嗨 麻烦还多着呢 正在这个大 西屋的老太太在窗外喊 大爷 你们没水吧 这儿一壶开水 给您 老李心中觉得感激 可是找不到县城的画 老太太 把开水拿进来 漆在茶壶里 一边漆一边想话 可是还是没想好 老太太又发了言 壶放着 明儿早晨呢 再给我 还出去不出去 我可是要去关街门了 早睡惯咯 一黑就想躺下 明儿倒水的来 叫他们给你们倒一条 有缸啊 六个子一挑 零到 包月也好 填水 老李要想赶上老太太的话 有点像骆驼想追电车 六个子 谢谢 有缸 不出去 上门 忘说 您歇着吧 我去关门 孩子们真不淘气 多么乖啊 老太太似乎 在要旧寝的时候精神更大 大得几岁了 别叫他们自己出去 街上车马是多的 汽车壳 霸道 壮脏呢 连我都演运 不说孩子们 还没生火呢 多给他们穿上点 这刚入冬 天气贼滑的呢 忽冷忽热的 多穿点保险 有厚棉袄啊 有做不出来的活气 拿来 我给他们做 戴上镜子 粗支大叶的 我还能缝几针呢 反正孩子们呢 也穿不出好来 明儿见啊 上茅房留点神 砖头瓦块的 别绊着 拿个亮 明儿见啊 明天 老太太 老李连去整画也没有了 可是她觉得生活美满多了 公寓里没有老太太来招呼 那是买卖 这是人情 喝了碗茶 打了个哈欠 吃了个海棠 甜美 要给鹰说个故事 想不起 腰有点疼 是的 腰疼 因为尽了责任 卖了力气 拿刚才的事说吧 右手烧饼 左手包子 大衣的袋中 一大包花生米 中纸上挂着个铁壶 到底是有家 在公寓里这时候 正吃完的鸡子炒饭 不是看爆 就是独作踢牙 太太也过得去 只是鞠躬的样子 像纸人往前倒 她看了太太一眼 灵的小手里 拿着半个烧饼 小肉葫芦 直向妈妈身上倒 盐已经闭上 可还偶尔睁开一点缝 妈妈嘴中还嚼动着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搂着孩子 微微地向左右摇身 眼睛看着羊辣的苗 老李不敢再看 高跟鞋 曲线美 肉色丝袜 大红嘴唇 细长眉 李太太 有两个世纪那么长 老李不知是难过好 还是痛快好 他似乎也觉得 出他的毛病来了 自己没法安排自己 只好打了个哈欠 鹰的黑手真热 正撵着爸的手指肚 看有几个斗 几个波及 鹰 该睡了吧 海棠还没吃完呢 鹰理直气壮地说 老李虽然又打了个哈欠 可是反倒不困了 接了家眷来 李当绝出亲密热闹 可是也不知怎么着 只显着奇怪的 隔膜与不舒适 屋子里只有一只羊竹的火链 在太太眼珠上跳 老李上衙门去 张大哥确实有眼力 给老李租的房正好离衙门不远 也就是江道二里地 省车钱是一 可以来往运动运动是二 午饭能在家里吃是三 老李虽然没有计算 一月可以省多少车钱 可是心中稍稍有点 可以储蓄下点的光亮与希望 想到储蓄 不由得想到 家眷来了还能剩钱 张大哥永远劝人结婚和接家眷 唯一的理由似乎是 两口并不见得比一个人费钱 好像女人天生来的不会花钱 没有任何需要 也不准有需要 老李看女人也是个人 可是婴的妈 即使是养殖鸡 也得给小米儿吃啊 老李觉得 接家眷这回事啊 有点错误 一家之长 嗨 越看自己越不像 快到了衙门 他更不痛快了 怎么当上了科员 似乎想不起 家长当科员 或者不是坏事 没有科员的薪水 怎能当家长呢 科员与家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什么 看见了衙门 那个黑大门好似一张吐着凉气的大嘴 天天早晨 等着吞食那一群小官僚 吞吞吞 直到他们在这怪物的肚子里 变成衰老 丑恶 枯干 毕色 死 虽然时时被一张纸上印着个红印给驱逐出去 可是在这怪物肚中被驱逐 不是个有刺激性的事 这里免值 而去另起炉灶干点新的有意义的事 绝对想不到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衙门不止一个 吃衙门的虫不响 不会也不肯干别的 可恨的怪物 可是老李得天天往怪物肚中爬 现在又往里爬呢 每爬进一次 他觉得出他的头发是往白里变呢 可是他必须往里爬 一种不是事业的事业 不是敷衍的敷衍 现在已接来家眷 更必得往里爬了 这个大嘴在这儿等着他 他 也就是夫人在家里也等着他 一个怪物与一个女魔 老李立在当中 科员 家长 他几乎不能再走了 他看见一个衰老丑恶的他 和一个衰老丑恶的夫人 一同在死亡的路上走 路旁的花草 是些破烂的钱票 与油腻的铜钱 然而他得走 不能立在那儿不动 诗意 浪漫 自由 只是一些好听的名词 生活就是买炉子租房 炉子送去没有 他会告诉怎样安铁管子呀 到了牙门口 他真要往后退了 可是门口的巡警 似乎故意戏弄他 给他行了个例证礼 他只能进去 他的手出了汗 那一群同事们一定等着审问他呢 老丑 接家眷也不言语一声 几时请吃饭呢 吃饭 那群东西和苍蝇同类 嘴不闲着便是生命的光荣 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心中安定了些 一个人还没来呢 他深深呼了口气 破公事案 铺着块桌布的冤魂 茶碗印 墨汁点 烟卷烧的孔 永远在这里 永远 大而丑的月份牌 五天没撕了 老李布莱没人管撕 玻璃上的土 怪物的肚子里 没人管任何事情 他把月份牌撕下五页来 扔到直楼里 也配叫做直楼 靠着两面墙 还随时的自己倒下来 他自己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屋中最破的那一把 发愣 公事 公事就是没事 世界上没有公事 人类一点也不吃亏 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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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头没尾 没结没完的公文 只有一件事是真的 可恨它是真的 和人民要钱 这个怪物吃钱土公文 钱到哪儿去呢 没人知道 只见有人买洋楼 汽车小老婆 公文是大家能见到的 唯一的东西 老李恨不能登时 砸碎那把破椅子 破公事案 破直楼和这个怪物 可是砸不碎这个怪物 连这张破桌布也弄不碎 碎了这块布 等同于是砖瓦胡同 那三口得饿死 他又坐下来 等着他们 他们 这个世界是给他们预备的 在家里 油盐酱醋与麻酱牌 来到衙门 一进门 有巡警给行礼 进了公事房 嘻嘻嘻讨论着辩论着彼此的私事 孩子闹耳朵 老太太半生日 春华楼一号女招待 能碗到一分便碗到一分 能早走一分便早走一分 破桌子破茶碗 无穷无尽的喝茶 烟卷烟斗一起烧着 把月份盘都迷得看不清 老李等着他们 他们是他的朋友 在某种程度上 他的审判官 他得为他们穿上洋服 他得随着他们息息息 他接家卷得请他们吃饭 他呀 得向他们时常道歉 邱先生来了 哎 老李 回来了 家中都好 和老李握了握手 邱先生的眼中带着点 不大正经的笑意 老李的脸红了 邱先生没往下说什么 可是那个笑在眼角上挂着 大有一时半会儿 不能消灭的来拍 于是老李的脸上 继续着增加热力 邱先生脱大衣 喊听差端茶 眼睛没看着老李 可是眼上那两个笑点 会绕着圈的向老李那边飞制 相对流星 吴先生也到了 哟 老李 回来了 家中都好 和老李握了握手 他的手比老李的大着两号 按照手套的尺寸说 柔软滑柳 带着科员的热力 然后掏出一毛钱的票子 张顺 送车钱去 吴先生非常正直 可是眼角上也有点笑意 和邱先生的那个相似 虽然程度上不那么深 老李的脸更热了 他闭着气专等小赵 小赵来到 他就知道是五年徒刑 还是取宝释放了 可小赵呢 没来 小赵为什么没来 老李不敢问 吴先生虽然是小赵的亲戚 可是最不关心小赵的事 他除了托小赵给维持地位 他简直不大爱和小赵说话 吴先生是正直人 老李自然不敢向吴先生打听小赵 邱先生呢 年纪比小赵大 而人情没有小赵的硬 所以由小赵领手 他对于向同事们开玩笑的事 无不参加 可是小赵不提倡 他不便自居祸首 甚至于小赵不在眼前 他连小赵二字提也不提 邱先生在不和人开玩笑的时候 很能扎着滋味苦闷 可是吴秋二位都知道小赵干什么劲了 小赵是为所长太太到天津办事去了 二位对小赵都有点嫉妒 但是不便和老李说 老李是以力气挣钱 不管旁人的事 二位自然不能以他为同调 况且吴先生是正直人 在老李面前特别要显得正直 老李开始办公 心里老有个小赵的影 吴先生挺直腰板 写着酱肘子体的字 邱先生喝茶吸烟 扎着滋味苦闷 眼睛专看着手表 张大哥不和老李同科 可是特意过来招呼一声 啊 老李 回来了 家中都好 用手指枕了老李手心一下 老李十分感激张大哥 为人谋永远忠诚到底 果然 秋无二位的眼神 有点改变光度与神气 摄若老李接家卷 张大哥必知道一切 可是张大哥也问 家中都好 小赵的话是造谣 一定 今年乡下收成不坏吧 张大哥对乡下人 自然要问乡下话 吴秋二位当时觉得 还不够真正北平人的资格 不坏 不过民间还是很苦 老李带着感情说 今年就盼着来场打雪 去去温毒 麦子也得意 去去温毒 其实是张大哥的注意之点 麦子得意与否 民间苦不苦 都嫌离北平太远 世界上麦子都不得意 北平总有白面吃 张大哥和老李又敷衍了几句 完全处于诚意 同时不失为敷衍 张大哥自己都佩服这一招 诚意地敷衍完老李 又过去和秋无二位 谈了一点来中 张大哥比他们二位 更没事可做 他是树物科上的 他的职务是调动工友 和买办东西 对调动工友这一项 他是完全无为而至 所以工友们为他的私事 能非常的殷勤卖力气 因为在衙门里总是闲着 对于买办一项 自有铺子送来 只要打打电话过过数目 便万事大吉 至于赵丽的回扣呢 张大哥绝不破例拒绝 也不独吞 该分给谁 便分给谁 连工友都大家有份 张大哥是树物中的圣手 这样他永远不忙 除了忙着串各科 而各科的职员 一律欢迎他的降临 请医生顾乃妈 订包厢买旧地毯 卖灰鼠皮袍 再买虎腿的租房 订打新式桌椅 配完药 凡是科员所需 都要张大哥的指导与建议 批婚书过假礼 那更不用说 永远是他一手包办 先从南方来的同事 单找他来练习官话 这孙先生便是一个 连美国留学回来的 都和他研究相面与和婚 这些差事是纯粹义务 张大哥只落得两句赞美 北平真是宝地 和北平人真会办事 有这么两句 张大哥觉得 前生定是机械阴功 所以不但住在北平 而且生在北平 有宰相之才 没有宰相之命 当他喝下两钟酒 才这样叹息 而并非全无自卫的意思 两个只字 特别的意味深长 张大哥与秋无二位谈起来 二位就是盼着有人来闲谈 不然真不好意思 把公事都交给老李办 虽然大家深知 老李有办事的瘾 真是科研中的怪物 吴先生军队出身 非常正直 刚练好一笔降肘子体的字 打算娶个妾 他又提起来了 咱老吴啊 是军人 先生 没别的好处 就是正直 这过山炮一样的正直 四十多了 没个儿子 得改变战线了 先生 吴先生的先生 永远不离口 仿佛是拿这两个字 证明自己已经弃武修文了似的 他的腰背永远比直 脖子与头一起扭转 不是向左便是向右看齐 这给张大哥一难题 他并不绝对不管给人买妾 不过假使能推得开 他便不管 假如非叫他管不可 那么有个基本条件 买妾的人 须闻过司长 五官至小是团妇 妇女应否作妾 那是妇女杂志上的问题 张大哥不便过于问 他专从实际上看男人 一个小科员 或者中学教师 不论持着怎样充足的理由 能不纳妾 顶好就不纳 经历金钱家庭间的困难 这些都在纳妾向下 向科员与教师摇着头 别自己找家扛 其实买个妾 还不是件容易事 只看男人的脑袋 是金银铜铁 哪种金属做的 吴先生的脑袋 据说张大哥的简定是铁的 虽然面积不小 可是能值多少钱一斤呢 那切是一种娱乐 也许是一种必须 无论怎么说 总得以金钱地位做保险费 可是张大哥不能直接告诉吴先生的头是铁的 他对吴先生和学校的青年都没有办法 这两种人中又以吴先生为更难办 青年们闹恋爱 只好听之而已 张大哥还能替谁去恋爱呀 而吴先生偏偏要张大哥给帮忙 拒绝敷衍打仗 都等于得罪吴先生 世界上没有不可以做的事 除了得罪人 可是和吴先生讨论 吴先生能立刻请他吃饭 吃了人家的饭再也吐不出 那便被人家一把抓定 张大哥的左眼 闭得几乎有不再睁开的趋势 有了 谈太极拳吧 吴先生的拳头那么大 据他自己说 完全是练太极拳练出来的 只有提太极拳 他可以把纳妾暂时望下 太极拳是一切 把云首和盗碾猴运在笔端 便能写出降肘子体的字 张大哥把烟斗 用海底针式掏出来 吴先生立刻摆了个白鹤亮翅 谈了一点来钟 张大哥趁着如风四壁的机会 溜了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